大家好,歡迎再度收看鄭老師同學會 今天這個牌蠻有趣的 有趣在哪裡 昨天美股是大跌 昨天美國股市很厲害 Nestate大跌 大黑K送下來 非半野大跌 這個大黑K 那如果說你看K線 我們說真的 如果說你就K線來說 這個K線叫什麼 這個叫吞噬 這個黑K 這個黑K 大於這個紅K 昨天晚上美股的黑K 大於前天這個紅K 如果說 今天美國股市又跌的話 今天美國股市如果又跌的話 那是不是會變成一個 反轉的一個走勢 如果你就K線來看是這樣 沒有錯 對不對 我想K線你看得懂應該是要這樣 本來是要上去的 而且又被吞噬 但是你想 為什麼台北股市今天是開地走高 為什麼今天台北股市是開地走高 好像美國 美國股市大跌 為什麼我們今天開地走高 對不對 我們開地走高 為什麼 第一個你說台積電 偷拉尾盤 偷拉尾盤 把指數撐上去 再來今天 長什麼 長這個鋼鐵骨 再來呢 對你說 長榮 陽明 陽明跟萬海 有比較聽話 有一點多方在抵抗的味道 雖然說長榮是弱的 但是你看陽明長榮 陽明萬海 所以你說 怎麼講 有時候你光是 還有還有這次的 還有這個大立光 今天大立光漲停板 有沒有 阿公實在 他真的跌翻了嗎 你說大立光有沒有 我說 我有錢的時候 你有錢就去買一些大立光 真的 真的跌的很慘 對不對 今天突然漲停板 所以 股市 真的 如果說你真的只看K線 你 去 你去這樣追高殺低 是不對的 因為畢竟你說 像昨天美國股市場 他說什麼 因為 那個蘋果要自己做晶片 要自己做晶片 然後 所以呢高通那些都跌 高通博通那些都跌 那個 那個 什麼 Sky Wars都跌 但是你要想 蘋果如果要做晶片 對誰好 對台積電好 對不對 對台積電是不是又爽到 所以 各有利弊 那當然我認為 今天美國股市收紅的機會大 我在這邊 要不然台北股市不會說開地走高 我認為今天是這樣 那我們再來驗證 那 航運三雄昨天也提到 我說這兩隻比較弱的 K線型態比較弱的 有沒有 昨天都收這種黑K 今天一定要做個抵抗 抱歉 今天一定要做個抵抗 剛才吃甜的可能 那個談太多 下午吃甜的會比較 心情快樂一點 那 如果說你陽明的這樣型態來看 這樣就是 有點要再來 對不對 挑戰這個高點 所以下禮拜一就是 一定還是要攻擊 我認為還是要攻擊 你不攻擊 他就是往下 就是往下 那就看這個月線能不能撐住 所以 基本上還是看下個禮拜一 今天有點化解這樣的疑慮 因為 今天拉高為什麼會殺下來 第一個這邊還是有套牢的 對不對 再來今天那個 負時指數的結算 那個 尾盤有一些怪咖 有一些怪咖 把他壓下來 那 所以一樣 我認為有機會 還是有機會反彈 但是 因為你上去 你看嘛 比如說我們說萬海好的 對不對 萬海 你說 再彈上去 這是月線 我們來看月線就好 你把月線當成一個K 當成日線來看 大家都知道 這邊爆大量 對不對 你日K好 譬如說 這邊爆大量 那這邊會不會有壓力 會吧 因為這邊的量很小 對不對 我想大家應該很清楚 這幾個月都很小 你要 你要衝過這個大套牢區的量 不夠吧 對不對 萬海是這樣子 那長榮 那陽明呢 那陽明 對不對 這邊呢 這幾個月的量也不夠啊 對不對 那你要如何衝破這個量 對不對 你要如何的衝過去 我說 真的 你在上來 就面對這個大黑K 這大黑K很大 這個很多人套 對不對 我想大家很清楚 長榮呢 長榮是比較漂亮一點 這邊的量有比較多 這大黑K套的量 比較少一點 大黑K套的量比較少一點 所以理論上最強會是長榮 但是 我們都還是要看 因為畢竟這邊套牢 你看這個這幾月份啊 7月嘛 7月這個 大家很樂觀的時候 都愛到最高點 很多人愛到最高點的時候 這個都要去 你要去 對不對 你要去尊重 這個大黑K都要尊重 對不對 第一個 那麼大的黑K 然後那麼大的成交量 那麼大的成交 都是歷史巔量啊 你看這個萬海這個 這是不是歷史巔量 幾十年的大量耶 對不對 萬海從 從民國85年開始 對不對 到現在的110年 25年耶 25年 25年的大量 有沒有 像你把這個 我常教各位 你要看月線嘛 對不對 這25年來 你看萬海 什麼時候量最大 就是今年7月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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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個量 這 這裡被哪鬼啦 我問你嘛 你自己看量就好了嘛 這個幾十年的大量 你要怎麼過去 你要有人把他帶過去啊 你要有更大的力量啊 更大的外資啊 更大的法人啊 對不對 當這些沒有的時候 你就不用太樂觀了 我講的很坦白 對不對 對不對 是不是 這個是幾十年的大量啊 幾十年的大量啊 對不對 我想這幾十年的大量 這個多少人套啊 你這幾十年出這麼大量 這個都不是正常的現象 對不對 都不是正常的現象嘛 所以我想我講的都很實在 好 那引路也帶你到來到這邊啊 但是我覺得慢慢的 你就是要調 慢慢都是要調 好不好 有時候不要太留戀 不要太留戀 那當然 下禮拜一他們就是要表態啦 短信上你要做個表態 要不然就可能就做個拉回 這股價就是這樣看嘛 我又不是神 對不對 那 有任何的問題都歡迎來電 那也祝各位周末愉快 我們明天再 我們下禮拜再會 拜拜 本投顧公司於所推薦 分析之個股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